平時去菲律賓interview 我們主要留意以下四點 第一件事就是姐姐的外表 我們會看看她們會否染了頭髮 或者髮型太過浮誇 另外我們會看看姐姐的指甲 她會否塗指甲油去做interview 或者是遮蓋甲 第三件事我們會看看她的衣著 會否是太過性感 或者是太過暴露 第四件事我們會看看姐姐 會否有很大幅的紋身 幫她工作時遮蓋不了 如果有以上情況 基本上我們都不會選 第二點就是姐姐的態度 其實要留意她的態度 當然她在interview 途中的態度 或者她在等待interview 的時候 我們都會留意 如果在interview 中 我們都會看看她在用字上 她的對答 會否是很清楚 會否是比較有禮貌 而姐姐在等待interview 的時候 我們都會觀察姐姐 看看她會否長時間 按著電話等待interview 或者她會否坐到很短的 去等待這個interview 第三點 我們就是要看看姐姐的工作經驗 現時大部份申請來香港的姐姐 主要是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第一次出閣的姐姐 第二種就是可能去過中東工作的姐姐 第一次出閣的姐姐 我們就會留意她和上一個僱主的關係 到底是朋友關係 親戚關係 還是僱主和僱員的關係 另外去過中東的姐姐 我們就會看上一個僱主 家裡有多少工人 姐姐負責做什麼 姐姐的工作會否很單一 還是她要全部工作 這幾樣都是我們的考慮範圍之一 第四點 我們就是要看看姐姐的決心 當她在interview的時候 我們也會跟姐姐說 來香港工作工作要求高 大壓力 家人數可能會比較多 可能要照顧兩個三個小朋友 家裡有老人家 沒有自己房 沒有星期日放假 如果姐姐聽到這個提案的時候 她也是很堅定要來香港工作 這類的姐姐 我們看得出她是非常有決心的